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国内的外交部发言人经常说一话 就是我国主权问题 我一说主权 我们里头爱干嘛干嘛 就这么回事 奸杀 侮辱 任何事情我们都可以干 因为这是我们主权的问题 但是他这么说的时候呢 把他儿子孙子都弄海外去了 这也是他的主权问题 那是他们家的问题 对吧 所以中共说话一般都是这么说 但是对外呢 得要面子 我们得任何事情真正对外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觉 他对外的态度 就像这群当官的把自己儿子弄海外的态度是一样 表面上跟你说 我得爱国 底下跟你说 石涛你有路子吗 能给我儿子弄出去吗 这样的人 石涛不是碰上一个两个了 从大陆来的相当一部分人都这么干 所以我们称他叫做人格分裂 真正如何保护国家的尊严 如何展现出国家的尊严 被今天中共忽悠之后 让咱老百姓称为小日本的地方 小日本就在前两天办了一件事 大家看看他怎么办 冲着中国人和韩国人办 BBC是这么报道 日本首相以灾区海鲜宴请中共的总理 温家宝和韩国的总统李明博 文章提到说 在上星期六21号 日本首相使用了所有的来自灾区的原料 宴请了来自中国和韩国的首脑 那所使用的这些原料当中 包括灾区和辐射区的辅导线的水果蔬菜 工程线的鲍鱼 以及青森线的蛙鱼 还有千叶线的松露 一句话 那天他们吃的东西 全是来自于地震灾区 和受到核辐射的地区的产品 您说您咱想吧 咱就想想 您说咱想 咱就不知道 当时吃这些东西的那些中共的官员 心里是什么想法 和怎么张的嘴 和家的那道菜怎么塞进去 您咱不咱那味 我跟您说一定有味 文章里讲说日本政府希望借此机会向国际社会宣传日本食品的安全 并期望中韩两国能够恢复扩大对日本食品的进口 就这么一条消息 但是从中看到的就是一个国家自己的尊严 一个国家政府的首脑 政府本身他真正爱国的行为 不是欺压老百姓 不是欺压本国民的人 而是真正对外他所展现出来 我觉得这确实是个真实的一面 较劲的一面 就像我文章这期节目最一开头我提到 什么叫爱国 什么叫尊严 什么叫主权 什么叫友好 你就咋嘛 就这么一条短短的消息 他展现出来是一个民族的气质 但是中共的官呢 还是说那话 他们都是特共的 在大陆吃饭 中南海的人买的菜 跟西单菜市场的菜 两码事 跟东单菜市场的菜 吃的是两码事的菜 人家那叫特共 但爱国的时候呢 都让那些只能去地摊 买便宜的臭韭菜的老百姓去爱国 这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中央的领袖们 干的最下三滥的事 艾薇薇这事有个定论了 这个定论在咱今日点击当中 石涛早就说过 中共想整治艾薇薇 唯一的一个罪名就是逃税 艾薇薇那爷们他就是胡同长大的爷们 我说哥儿一个的意思就是说 他一切的东西是他自己做的 自己创造的 他不用去行贿 他不用去买谁好 他自己的名声名望 他自己对生活的理解 他对中共的看法 对这个国家的看法 他很确定 很个人 很自我 很独立 所以中共想弄他 只能是以税款上的说法来处置他 果不其然 所以您别把中共看的这儿啊那儿扯淡 狗屁都不是 他办的那点事 在咱今日点击当中 打抓艾薇薇第一天起 我们节目当中您翻完 就提到中共唯一栽赃他的罪行 就是逃税 文章里新闻当中果不其然就这么报道 BBC是这么说的 警方指艾薇薇的公司涉嫌巨额逃税 把人抓了四十多天 牛脸说他逃税 小样子 你把周永康给抓起来 打他三天 他一定会那么说 您说什么罪 我就犯什么罪 这就是中共办案的方法和方式 给老百姓营造的恐惧 但是对艾薇薇这件事情呢 就很特别 原因很简单 涉嫌到中共内部权力之争 文章里提到说 北京警方讲 北京发客文化有限公司 被发现巨额逃税 并且故意销毁会计凭证 鬼知道是怎么回事 流氓 土匪 警察是一个人 在北京 文章接着说 艾薇薇薇的姐姐高格奖 家人包括艾薇薇妻子陆青 没有接到官方对艾薇薇逃税的正式指控 新华社先说 但正式指控却又没有 我还是讲那话 这就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 在艾薇薇这件事情上 不同势力解读 或者说不同势力 对艾薇薇这件事情的看法不同 所表现出来的现象 艾薇薇的姐姐接着说 艾薇薇既不是公司法人代表 也不是公司管理人 因此即使公司真的被控逃税 艾薇薇也不应该被拘捕 完了 歇态了 所以什么叫法律 中共来不来就说要法律 那什么是法律 说法律的人自己就是强奸和践踏 法律本身的那样的罪犯 中共高层本身握有权力的中共的官员 相当相当一部分 在涉及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 在涉及到自己仕途的时候 他就昧了良心专门去办那缺德的事 但是呢他是以法律的名义 您看看有多少 就现在看咱今日点击的这个节目当中的中共的官员 你自己有多少干这种缺德的事呢 您自个掰手指的算了 我相信您不脸红 因为你的生活就是这么过来的 艾薇薇的支持者讲艾薇薇是中共打压异计人士行动当中的受害者 其实这就不用讲了 这道理就非常简单了 那涉及到其他很多人 很多人都默不作声了 但是我们早就说过艾薇薇的情况不太一样 艾薇薇从他成名之前一直到后来甚至在很小的时候跟他父亲在一起被流放到新疆石盒子的时候 他早已经知道中共是什么东西 他在这样的阴危之下来成长成今天的艾薇薇 所以真正去利用他案件的人 保护自己的官位 官爵想去干什么的人 其实对社会的经历恐怕还没有他丰富 对中共的了解恐怕也没有他深刻 所以才出现了今天的局面 中共贴己的朋友被中共圈起来的 靠着因为靠着拉拢想让他们依附于中共本身的这些所谓的朋友在逐步的反目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登了一篇文章 文章的题目是这么说的 北京有法不一文革重演 文章提到艾薇薇这件事情引起海外广泛关注 中共政协委员香港著名金融企业家刘孟雄 5月13号在东方日报登了一篇文章 叫有法不一文革重演 文章里提到内地艺术家艾薇薇有罪无罪 现在未审未判 外界难以平治 就法律程序而言 内地司法机关一错再错 令国家依法治国形象严重受损 哪怕外交部发言人浑身长嘴也辩解不来 文章里接着说呢 艾薇薇的案子并没有审也没有判 也并没有最终定罪 公安机关却爆料给香港若干媒体 连篇累赌 对艾薇薇开展了文化大革命批判 艾薇薇本人还在狱中 根本没有可能进行任何的辩护 如此做法完全是文革当年毛泽东四人帮运动群众 将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公贼的手法的重演 有法不一何以服天下 14号刘孟雄同样在东方日报 登了另外一篇文章 叫《荒谬的思想方式》 文章说 有一个现象非常奇特 既然内地公安机关舍得像远在天边的香港某些报纸放料 对艾薇薇展开铺天盖地的革命大批判 为何不肯依照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在法定的时间内 像近在眼前的艾薇薇的家属通知扣留的原因呢 他说这种手续难道很难办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治法律是维护中共独裁的统治 而任何一个独裁的政权 他表现出来的一定是一个具体的人 在一个具体的部门或者一个具体的地方 他拥有绝对的权利 他可以解释 他可以判断 他可以决定所有的事情 然后他说是依法办事 老百姓您继续往下活着 您也就苟活着 您说对不对 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